是的 武统上个周末敲定近期解散国会后 今天也召开特别汇报会 向各阶层领袖宣布各州联委会主席 从下个星期开始可以提成候选人名单 武统主席拿杜斯利·阿摩扎西今天提出 要成为候选人必须满足三大条件 也就是有胜算能被选民接受 而且具有亲和力 首相拿杜斯利·伊斯曼·沙比里及巫统主席阿摩扎西 今天在西隆坡世界贸易中心会见巫统全国191个区步代表 会商备战大选的工作 阿摩扎西在闭门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宣布 可以提名作为巫统第15届全国大选候选人的条件 并且表明各州领导层可以在下个星期一开始 提成建议名单给巫统物巨头 当被媒体问到是否给首相定下觐见元首 苏丹阿多拉陛下的期限时 阿摩扎西没有正面回应 只表示如果可以选择 希望首相在昨天已经觐见陛下 劝告解散国会 但他强调 巫统会尊重首相在解散国会的特权 他也认为一旦首相获得内阁授权 就有绝对权力可以觐见国家元首 以决定解散国会的日期 当被媒体问到有关来届大选与伊斯兰党的合作时 阿摩扎西呼吁伊党尽快决定是否要和巫统共进退 但他也重申 合作前提就是与国盟断绝关系 他强调如果巫一合作 伊党可以使用本身的旗帜上阵 但还是会获得巫统的竞选机器支持 伊党早前提出 会在周末之前针对这项建议提出最终立场 谈到沙巴的情况 这位国阵主席也强调 沙巴人民联盟已经表态 将会全力支持国阵提名的候选人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 伊党一位阿摩扎 伊党一位 伊党aca 伊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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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羊